在冷气团影响之下 目前为止新竹以北的温度已经都降到12度以下 截至10点为止 最低气温目前出现在新北市的富贵角只有9.6度 冷气团会持续南下笼罩全台湾各地 所以其他各地今天下午到晚上温度也会明显的下降 预估这次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星期五 在星期六白天逐渐减弱 气象局也发布了今天一直到星期五的低温特报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天气状况 从微信用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 因为受到华南与雨区东移的关系 昨天晚上开始各地云量就增多了 在北部东北部也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现象 不过我们预估华南与雨区的影响 在今下半天会渐渐的减缓 至于在我们的天气方面 今天随着华南雨区在上半天还在影响 其实各地云量还是比较多 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云量多 有局部短暂降雨的现象 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降雨的情况 其他各地云量也是比较偏多的 预估这样的水气状况在下半天以后渐渐减缓 也就是说明天星期三开始 新竹与南的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就可以渐渐看到阳光了 而在温度方面 我们先从地面图可以看到 大家知道今天冷气团正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这是昨天今天晚上的图 一直到明天星期三 从今天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我们到明天逐渐冬移 但是之后又看到另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又逐渐南下 一直到星期四星期五 所以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星期五 那今天在冷气团正在影响的当下 我们刚刚提到新竹以北的地区 很多地方的温度已经在12度以下 也提醒朋友 我们预估现在到明天上午 桃园以北包括基隆北海岸 有些地方的温度可能就在10度或是更低 至于其他各地的温度在今天下午到晚上会明显的下降 其他各地的朋友也感觉到 今天的温度已经比准下降了 可是今天下午到晚上还会再降低 我们预估未来几天最冷的时候 会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三明天清晨 在低温部分我们预估马祖的低温8度 金门还有中部以北的低温10到11度 再来是东北部的低温大约12度 另外花莲和高雄的低温大约是13度 其他各地则是1415 但也提醒大家沿海空旷地区 近山岁平地还有河谷地区的低温还会再低一些些 至于在之后我们说因为一波波的冷空气影响 所以气象局发布了低温特报 我们发布了低温特报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预估星期三到星期五 桃园以北东半部云亮多还有短暂雨 但是新竹云南地区渐渐看到阳光 然后澎湖金门马祖也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但是各地夜里清晨的温度也会比还是比较冷 尤其星期四和星期五 说不定在浮射冷却的影响之下 中央南部云海空旷地区温度更低 所以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一直到星期五 这段时间其实大部分时候 在北部甚至中部和东北部花莲这些地方 以及金门马祖整天是比较冷的 其他各地在今天明天冷 星期四星期五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的 低温特报发布同时情况之下 请大家多多留意温度在降 而且今天各地越晚越冷 提醒大家多留意 另外也要提醒的 今天在冷气团南下的过程中 其实海面的风力 沿海的风力都增强得很快 提醒大家今天在台南以北 包括东半部部后绿岛南域 恒川半岛和澎湖 我们还会加上金门地区 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其他地方沿海也会有强阵风 而且沿海的浪也大 再来就是长浪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了 长浪情形 我们刚刚说这一波下来 除了风大以外浪也大 我们预估在明后两天 基隆北海地区 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南域 以及恒川半岛也都会长浪的现象 既然冷气团正在南下 各地温度越晚越冷 这波冷气团一波波影响 会影响到星期五 各地温度大约在星期六 白天才会逐渐地回升 提醒大家多多注意保暖 另外也请沿海养殖雨夜 特别小心减防含海带来的影响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转动小铛 转发